應該是算寵物吧 我記得你也有養一隻蝙蝠 在哪裡 我家的蝙蝠就住在那裡 他找人家 他有點人性 我家蝙蝠在那裡 哇 這麼大的房間就給蝙蝠睡喔 對啊 太囂張了 在這裡 這是我養的寵物 Hello YouTube Fans This is Paul 我真的很久沒有來更新 這支頻道的愛像影片了 一個非常特別的企劃 就是想看一個好久不見的郭忠同學 然後今天這支看像也是蠻特別的 或者是一個價值更貴的東西 那就是 我現在進到他們家的客廳了 帶大家看一下客廳的環境 你們的那個桌子感覺是大理石 蠻高級的 還有那個沙發感覺不錯 你是哪裡買的啊 是從我家裡搬過 整組造版 不過你們天花板原本不是這個造型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們有做一個 隔起來 這算是砍 成板燈 喔 板燈 成板燈 成板燈 不是砍燈對不對 是從間接照明 OK 不然會 原本姿勢的會覺得你太刺眼這樣 你看 它這個深度是比較淺的 對啊 然後 這個就要深 深度就有遮 你們家的電箱在哪裡 電箱有遮嗎 電器啊 插座那種 這邊是 這邊是落電的 網路的 然後監視器 Wi-Fi就對了 對 Wi-Fi 跟監視器 那這邊是你們自己挖的格子嗎 就是可以放鑰匙 原本是一道 墻 這裡是墻 然後這裡是裝紅起來的 然後為了讓它一體形 所以把它這個 做到這裡 因為原本這裡有空間 對 柱子剛好是塗到這裡 所以把它做出來 可以放東西 現在右邊是他們的 廚房 它原本是要做傳統的那種大門 然後它這個 這裡面的那個形狀是自己挑的 然後它挑完原本是木頭色 那我覺得現在好像是流行灰色 我叫它幫油漆 把它噴灰色 我覺得噴起來比較好看 有 我覺得你們家的配色蠻一致性 這個木頭的顏色跟這個顏色 對 我蠻喜歡灰色 電視灰色 這個是 那不是本的 那個是 柴鏡板 蠻便宜的裝潢的這個材質 它可以做出蠻像大理石的花紋 主要也是廚房然後可以隔絕油煙 然後冷氣都可以被灌在就是這個地方 對對對 這樣只要等一下 然後油煙在那邊煮飯 也不會味道才出來 那我們去廚房看一下 說 因為之後如果有小朋友 建議用透明的 要不然你看到 很多拉門都坐到這裡 然後這裡才有一個視窗 所以你這樣看得到小朋友在哪 會比較安全 這是他們的電器 過了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 國中同學他們家 設計的 對 幫我設計 要幫我升級那個醜油煙氣 機率比較大 都用零類的 機率蠻大的 這是4而已 它可以全開給它 它有內建的 哇 漂亮欸 我講說這個用觸控的比較好 因為你用按鍵式的 油煙卡在裡面會有一層碰 觸控的很多是把它擦掉 你的這個是瓦斯爐嗎 對 是瓦斯爐 因為像我們現在都是IH IH 電的 所以我們的瓦斯爐就是在這個外面 對 我們要看瓦斯爐 是用灰色的 灰色的 對 有一點反光可以看得到自己這樣 但如果你用全黑指紋很明顯 那時候也是最近韓國比較流行 推薦我使用 它都這樣打起來 蠻現代感的 這邊是電競房 我來余樂用 這邊就是電腦跟 PS5 然後一個沙發床 有時候可以在那邊睡覺 來上去二樓看一下環境 這一盞還好 閃燈蠻漂亮的 這也是你自己裝的 對啦 這一盞還不錯 好飽 它是個路的造型 但是就只有這一盞好看 然後現在這個就是你們的主臥 大家看一下主臥的環境 木紋磚就是比較直滑一點的瓷磚 會滑到 到這裡就是一般的濕音磚 你們這個空間是要幹嘛 放電視 因為把電競房 電競房的搬上來 電競房的那個電視 然後搬上來這邊看電視 每天嗎 沒有啦 就是有空的時候 你們一層樓是兩間房間嗎 你們這一棟總共有四樓 然後四樓是神明廳 二三樓是就是兩個套房這樣子 所以總共是一個客廳 然後四房 五位 那現在這個是他們的客房 這是給朋友來睡覺的地方 蠻簡單的 就是一個床頭� 頭櫃床墊 然後衣櫃 這個衣櫃 感覺也蠻有歷史的 可以介紹 這是從舊家搬過來的 目前沒有經費 再賣新的 所以就是整組搬過來 但那個床頭櫃也是一樣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冷氣蠻厲害的 就是說管天都是你自己裝的 對啊 雖然不怎麼好看 但是好衛秀 我們現在看完二樓的環境 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三樓 結果這個燈也是跟偷寶一樣 同一間買的 超級不亮 所以說畫面看起來很亮 可是實際上是超暗的 手一手會跌倒 現在我們是要上三樓 哇 這邊的回音越來越大耶 因為上面就已經完全沒有下去了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房間 這已經是倉庫了 不是房間了 這已經是這麼浮石無法 應該是算窗窟吧 我記得臉有養一隻壁虎 在哪裡 我家的壁虎就住在那裡 我家的壁虎就住在那裡 他有點人性 我家壁虎在那裡 哇 這麼大的房間就給壁虎睡喔 對啊 太囂張了 在這裡 這是我養的床屋 他們家的 做連動的 電源開 然後電風扇就可以開了 不然廁所房門這裡 不過你們的廁所每一間都有開上去 就是只有主播這一層 然後他就變成乖 那我可以再去另外一面 這間目前沒有其他床屋 欸 有耶 對 就是變成只是差一個沒有開窗的廁所 好 我們現在灌完三樓的環境 最後帶大家去看一下頂樓 把燈關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他們通往頂樓的燈 哇塞有夠暗 有點恐怖 好啦 我們現在上去看一下 所以這是四樓 以透天的格局來說 四樓就是真寧廳的空間 然後這一面算是陽台 先後是陽台 先後陽台 這邊後陽 那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陽台 聽說主人每天晚上會上來看星星 要往上去樓上 去樓上看星星 對 然後這邊可以擺那個 他們自己摺裡的路 看起來蠻chill的 可以直接坐在外面 可以把它展開 然後我們現在要出來陽台這邊 注意力就擺來這邊了 所以過來這邊其實就可以看 對面的風景不錯 目前對面沒有東西 蠻安靜的 對啊 這邊就是蠻純住宅區的 然後我們現在看完去另外一邊 這個地方 上面沒有燈是嗎 對上面沒有燈 OK 現在這是另外一個後陽台的空間 然後平常他們會爬這個 梯子上去水塔 你要上去嗎 你上去就好了 你等一下幫我們補一下畫面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男主人 爬上去的影子 哇你也爬太快了吧 你有沒有看到傻子打穿過 我又看到你的體力條 是頂樓 但是晚上拍不太到 就是有太陽能板 然後我們平時會 把那個椅子搬在這裡 然後看星空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保羅 我把一樓的後面 用成洗衣間這樣子 就是做那個採光照 就是自己打 這樣就不會淋雨 然後在這邊洗衣 好散衣 OK 是覺得很方便 所以車庫上面那個採光照 也是你用的嗎 車庫那邊也是 那邊籃球是怎麼回事啊 等一下要去打個籃球 我們才會回家 太誇張了 我們看一下現在時間幾點 哇已經是11點25分了 少偉我只能說你超派 我們現在要開車去打籃球了 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下 現在時間 1133 目前人在籃球場集合 我們現在還灌氣 有點太狂了 今天影片的結尾 就是投球 我們打包 然後跟我們的艾少雞打一 空閒耶 有啊 超厲害的 下次再打球 下次再上你玩好不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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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請教練 李宗盛 我們會不會走 我們要一次 我們會不會走 我們的艇少女子 我們會不會 lihat 我們會不會走 我們會不會走 我們的艇少女子 能夠分 我們會不會走